辛苦工作后,回家想要有人帮你烙烧嘴吗? 筋疲力尽的夜晚,想要有人陪你说说话吗? 打扫、做饭、做爱、新便当 2030年你最需要的陪伴型机器人 笛子3000 我是笛子机器人 点号69696 要不要运气696 你好主人,请输入指令 帮我烙烧嘴 是的主人 打开雪龙头 脱掉裤子 转雪龙头 雪龙头在你身上啊 雪龙头在我身上 为什么我有雪龙头 为什么你有雪龙头 我要烙烧嘴 你摔的水是修的 热水烙好了 主人,请输入指令 可以陪我说说话吗? 笛子陪你说说话 你要不要听笑话 笛子请说 树吃起来像什么味道? 树吃起来像什么? 不知道 鸡的味道 因为树为像鸡 好好好好好好 这个孝顺好没灵魂哦 主人,请输入指令 要不要唱歌 好好好 我一直要唱歌 要唱歌 唱歌来了 嗯吃嗯吃嗯吃 先来点节奏 我爱上市高学长 他开车不在我啊 我要把它好看 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爱上市高学长 我刚好唱那一段莫名 杀小我妈突然进来 我儿子在干嘛 我还看到你妈 你眼神是这样 而且是你们先看到 我还没看到 我唱得很开心 对 因为我们 因为我的荧幕 不是在那个 我们镜头前 我看的是那个 录音的那个 波形 哦 因为我怕它跑掉 所以直到我妈 敲我肩膀的时候 我才吓到 我还在那边唱 我爱上市高学长 哦 我看 太吊了 哦太吊了 哎 哎好丢脸哦 哎 我通常在我爸妈 前面不是这个形象 我们都是 好不好 结果我在我爸妈 是这个形象 所以 我就是只有被骂而已 哇 哇 我今晚可能睡不着了 哇 哇 哎 刚才有一种 很像那个 打手枪被妈妈抓到 你知道吗 哇 哎 这个是31孙子 全新体验 哇 哇 太精彩了 哎 小弟现在一直哇 他真的哇 手上最棒的开口 大青手的开 哇 哇 哇 五六七八 欢迎来到色情收门员 我是机器人石膏 大家好 我是居龙小弟 我是心爱机器人 我不要冠名我是谁 哈哈哈哈 哇 你是心爱机器人 哇 你不是阿强 你是心爱机器人 当机了 当机了 乐当机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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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发射 请按下发射按钮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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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戏太全套了吧 哈哈哈哈 哎 这是墨爷教我的 我从墨爷身上学到很多 墨爷是你的机器导师 对 机器导师 好的 欢迎各位机器人回来 欢迎欢迎 小弟是不是有些故事 要跟我们分享 我有什么故事呢 请你提醒我 输入指令 我以为我这样 Cue你就会有故事 啊啊 身为机器人 好吧 只好配合 听说 就说小弟有一天 回家量体重 发现80公斤了 然后因为我大概都 8182在跳嘛 想说80了 那感觉要趁身追击 看能不能7 9以内这样 就是7字头都不一样了 然后有一天我就 撑到大概半夜2点多 就觉得 哦好饿好饿好饿 但想说算了就睡吧 但结果在最后那一刻 我还是觉得 啊不然还是先吃一下好了 然后我就起来吃东西了 对 然后因为我有那个炸鰻鱼 大概有七八块吧 我想说 哎那这要怎么吃呢 不然 那炒个饭怎么样啊 所以我就开始炒饭 然后炒饭 一颗蛋还不够 我加两颗 然后我就煮了一个炒饭 跟就是加两颗蛋 还有鰻鱼这样炒一炒 然后加了很多番茄酱 然后就是吃饭 有时候你会觉得太干嘛 然后冰箱翻一翻 哎有萝卜汤 然后萝卜汤煮一煮 然后吃了两颗贡丸 然后最后 就是有吃又有喝 想说哎最后要来个甜点 哎冰箱翻一翻 哎我甜重哎 甜重 所以甜重我就想说 哎那到底要加砂糖 还是加蜂蜜 啊怎么办 两个都好好吃哦 不然两个都加好了 然后最后看到 有一杯那个小纸盒的牛奶 你买那个大罐牛奶 会送的那个小纸盒 然后我就顺手把它喝掉 哇那天整个大破功 不负重望 对真的 干嘛甜重超丢 吃饭又吃粽子太多 甜重太多了 没有吃甜重真的很扯 妈的 甜重绝对不是顺便吃的 你怎么会顺便吃甜重 我觉得就是冷太久了 然后哎真的 这真的是不是什么光彩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这是减肥减肥 然后每次都这样 然后那你知道我隔天吗 隔天又想说 我就是又肚子饿了 那就是买一些 那个减肥可以吃的东西 所以我就开车出去去买了地瓜 然后香蕉这样 然后就是半夜很饿的时候 我就吃了一个大地瓜 然后吃一吃突然觉得 哎好像不太满足啊 不然泡个泡面好了 然后泡面吃完觉得干好 那个泡面真他妈难吃 然后我就看到旁边有海苔 那海苔都快过期 又一把吃光 那叫什么啊 小老板海苔 然后很大片 然后大概吃了八片吧 对大家就这样 你这些故事 我还能说什么 对我们还能说什么 只能说 真的很屌 就是大家听了可能会很 有在减肥的人可能听得很欣慰 你的减肥方式跟大家就是不太一样 当你觉得罪恶的时候 你就来听这一段 你就发现小迪也在减肥 但小迪吃了八片海苔 吃了甜粽这样 对哇这个 这个真的好难改 那所以 我觉得 小迪现在几公斤了 我现在嘛 我刚才量的话在80.06左右吧 还是不错啊 大概在这个范围啦 那你感觉是不是你要到七字头 你就要更有决心的 就是要断掉这些宵夜 感觉是耶 但这样好像会剥夺你人生的一些快乐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快乐 跟这个七字头在做一些抉择 对 我觉得先从慢慢来 慢慢来 到底多慢 我有比之前更少吃一点了 哦 怎么说 怎么说 就是能不要贪吃就不要贪吃啊 像我也是跟Scott去买麦当劳 我还点那个无糖绿茶 哦 你记得吗 哇 这算要夸奖你吗 你吃麦当劳 我还要夸奖你 至少能选择的时候可以选一下 无糖绿茶 OK 对 因为我当下真的还没有到想喝可乐 想要喝绿茶 哦 就是因为有时候就会 对以前是冲到底了 全部都给我最高热量 那我分享一下 就是那一次麦当劳 我记忆犹新啊 因为那一次 那时候小迪在那边选很久 因为小迪一直觉得他不能吃太多 不能吃太垃圾 然后后来因为他选太久了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自己去点 就是因为我不想等他在那边挑剔半天 对 所以后来我就到另外一台机器自己选 然后选选选选选选选 然后后来我也不知道小迪点什么 那我们就上去吃了 对 然后在吃的时候呢 我就吃完先吃了一个汉堡 我吃了麦当劳新口味 那个素食汉堡 嗯还不错 然后吃完我就满心期待 拿出那个新的那个蜂蜜蒜味炸鸡 洋酿炸鸡 然后小迪就看着我就说 哎 你也有点哦 然后这时候小迪就从他的袋子里 拿出一个洋酿炸鸡 对一模一样 然后我整个很惊呆了 我想说 哈 什么 你就多我一个日式无糖绿茶 这样而已 对啦 其实这样没错 对 因为我们不知道彼此到底点什么 所以他一拿出来 跟盒子一模一样 打开 然后我真的很 我很震惊的是 我前面在那边十分钟 在那边等小迪 要配他的减肥套餐 就他最后一步还是忍不住 而且我还观察了 就是你的是那个棒腿 我的是腿排 我们刚好合起来 其实是大鸡腿 我觉得很棒 小迪你这个减肥故事 我觉得就是可以讲很久 因为你层出不穷 其实是不愿意再讲了 感觉又丢脸 所以有一次我先跟石膏讲了 我就说 你知道我昨天本来就是饿到几点几点 然后我就开始吃 然后我就噼里啪讲了一连串食物 然后石膏就笑疯了 干这个你可以讲 好吧 就这样了 好了好了 没事啦没事啦 吃东西就这样了 也是给你一些鼓励啦 日式无糖绿茶啦 好不好 算了算了 大家都是给你最高的鼓励 算了算了算了 好 谢谢萧迪的分享 我是心爱机器人 你是肩肥达人 我是重金属心爱机器人 你是肩肥失败机器人 肩肥失败机器人 好那那我也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 这故事就大家如果听上一集 应该会知道 就是我买了 我开始进入DJ的世界了 对就是我买了DJ台 然后甚至在上周五的时候 有去放歌嘛 对那其实放歌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但我上礼拜来不及讲 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完全 就是后续啦 后续的故事 对所以我今天来把它补完一下 好那就是因为那一天 其实我们不只是放歌 我们那天其实也在尝试一些酒单 就是在做一些调酒的动作 对然后所以也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 其实那天大家都喝得蛮醉的 对就喝很多 我记得阿强好像还回去催吐嘛 而且我还跌倒 然后我还就是左脚整个扭到 然后我右脚现在还挫伤 很夸张 对反正就是那天 我就有点太开心了 就觉得哇就是音乐 然后加一些酒精 然后这样子 大家就是状态很好 对所以我那天就是 大家其实是抱着这样的心情 然后就这样回家了 对然后因为其实回家 我是搭Uber 就是有喝酒 当然是一定不能自己行驶交通工具 对所以就搭Uber回家 然后就是一路上位 就觉得哇好开心哦 今天状态真好 然后因为其实我东西蛮多的 因为那DJ台就可能快10公斤 然后再加上我有一些什么 老师给我的蛋卷啊什么的 就是要我带回家的 对所以我这大包小包 然后就上Uber了 对那反正就这样子 平平安安的到家了 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 因为我家要爬五层楼 所以我就这样子 一路就是从一楼 然后就走到五楼 然后就带着愉悦的心情 然后那时候其实走到五楼 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心里就突然间开始想 就是其实我这样每天提这个DJ台 也蛮轻松的 因为爬五楼一点都不会累 对然后就觉得很不错 那还是我以后常常带针 然后就随身这样练习 对然后我想到这边的时候 我就往地上一看 诶啊我的DJ台勒 我根本没有提DJ台啊 哇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就是 不断就停在那边 我就 很难怪你觉得很轻 对啊我想说 我还在那边很赞叹 怎么这么轻松 然后因为那种反应很慢 因为那天是核椎机器人 所以动作很慢 然后我就卡在那边 然后我至少卡了大概一分钟吧 我就愣在那边 诶啊我有带DJ台吗 我就开始回想 后题在那里 我刚DJ台 有从一楼拿上来吗 诶好像没有 然后我就开始想 诶那我刚刚下Uber的时候 我好像有检查 后座有没有东西 诶对啊后座也没有东西啊 然后就在这一瞬间我想到了 啊干在后车厢 哇哇 我的全部家人都在后车厢 开走了 哇帅 我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就下车了 我连背包都没背 你拿什么 太轻松了吧 你手上拿什么 我手上就手机在口袋啊 诶全身轻松啊 难怪今天爬楼梯特别轻盈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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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爬上来了 诶好夸张哦 诶好夸张哦 诶然后我就想到这一瞬间我想说啊 戏啊那东西才买一个礼拜 对啊而且你包包什么电脑都在那吧 对啊啊全部东西都没有在那上 诶包包等一下包包 我有点忘记我包包到底有没有背着了 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我就很多东西 然后就反正我就是很轻松 就我也不知道 我无法估计我那时候到底少了什么 那我就想说诶 诶干不然先冲到一楼好像看一下好了 因为说不定司机大哥可能有发现我忘了拿 然后可能也停在那边等我 就一下去就看看空空的街道 哇尴尬 哇啊尴尬了糗了 所以这时候我就想说啊干 Uber应该都有记录吧 我就想办法开始点Uber 那一瞬间我直接从那个快乐的酒醉状态 然后直接变一个极清醒模式 工程师模式开始想我要怎么解这一题 对然后我就赶快开Uber打开 然后去找说什么 就先去找你的上一趟旅程 然后好像他下面那个上一趟旅程 那边下面就有说什么 问什么问题与回报 然后就说诶 你有没有东西忘了找回遗失的物品 问号 我想说哇 我就赶快点 然后照着那步骤一路点 然后点到最后一步的 他说诶我可以帮你联络司机 但你可能要多付250块 就是让司机回来的费用 对然后我也想说 OKOK当然没问题啊 我那个东西能拿回来最好 最后就赶快照着他步骤一路选选选选选选 然后电话就接通了 打过去就刚好 诶很快的那个司机大哥也就接了 对那时候我才心里就觉得 哇好险好像没事了 对然后我就赶快跟司机大哥说 诶大哥抱歉 我刚刚有坐你的车 啊我的东西好像都在你的后座 对然后大哥就是也很好的说 哦哦可是我现在已经在下一个客人了 不然晚一点就是我再绕回去拿给你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就站在路口就说 好好那我在这边等一下好了 对然后因为我实在不太确定 大哥会不会回来或者是怎么样 哎哟你不相信 我就真的就站在路口 我就站在路口等 你不相信人类 就是不知道 因为那一切就是太太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东西掉在计程车上过 而且一次把整个家当掉在上面 然后想说不然我就在这边等 那可能要等30分钟40分钟 我都没差我就站在那边 然后就一个人站在路口 对那好险大概 站了大概10分钟15分钟吧 那大哥就打来了 他就说诶我刚刚我已经在晚了 我现在要过去了 对然后后来在我不其然 大概再过了15分钟 而大哥就出现了 然后帅气的出现 他就开着他车 然后帅气的回转 然后一到他也都没有讲任何话 那个后车箱就缓缓打开 然后我就把我的东西都拿回来 然后我甚至还来不及说 谢谢大哥又开走了 这么急 太帅了 我就一关起来 砰他就开走了 所以就结束了我这一趟旅程 好险所有东西都有拿回来 原来你发生了这么多事 你的故事 深刻的教训 忍很久吧 忍很久 原来 这故事 已经一周多前了 没错 好夸张哦 好可怕啊 真的好可怕 所以后来 我后来再隔一周 也是带一堆东西 我那次就学乖 我就不敢放后车箱了 我就全部放在后座 不然很容易忘记 对因为没有习惯带这些东西 你就会觉得好像我已经没东西了 然后有时候你又在一个半开心的状态 你真的不会想太多 就觉得我扔到 我家到了 那我要下车了 跳啊 跳啊 跳到五楼了 对 我真的是感谢Uber 然后也感谢这种 就现在这种电子交车 这种真的是非常棒 因为你可以知道你的司机 司机大哥是谁 这才找得回来 我想到一个故事是说 大概几年前吧 那时候Uber还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 然后我妈有一次在计程车上 好像钱包掉了 然后金融卡什么都在里面 对 然后最后怎么找回来呢 是去调里长监视器 去看哪一台计程车停在我们门口 然后去报案 然后找到那个司机大哥 然后才回来 你还找得到很屌耶 对就是 对啊 所以就是 哇 现在有这个科技 真方便啊 哇 对 你就找到了 我真的是感恩的心耶 我觉得这是给大家一个教学 就是说如果 第一个是 你要选择你要搭什么样的车 然后以及说 你这个东西掉在Uber上 你要怎么处理这样 对 然后只是有时候其实 像掉手机 然后如果你是放在后座 这就比较危险 因为有时候你怕那个乘客 来来回回 也许司机大哥真的不知道 那边有一只手机 那乘客拿拿拿就 而且我跟你讲 最重要的是其实是你手机消失 你根本有一大堆事都很难做 反正我有一天手机就掉在别人车上 然后所以我就是一回家 我想啊 我手机掉在我手机就别人车上 然后可是重点是 我完全没有任何可以联系别人的方式耶 就是我LINE如果要电脑登录 你也要用你手机电脑登录 因为我不记得我密码是什么 然后所以我也不认识任何人的电话号码 然后可是因为我认识那个人嘛 所以就是我就不担心 我就记得我手机就掉在那边 所以我隔天就度过了一整天 没有手机的日子 就我意外发现体验真的有够好耶 哇你直接没拿 就是没有手机的日子很不错耶 就是你就不会一直在那边看来看去 然后你就是只要用你电脑就好啊 然后就我就意外觉得这个体验很不错 所以其实你们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把你们手机不知道丢在哪里一天耶 就当时只要你确定你手机就是没有不见 就是你知道在哪 然后就是你可以拿的回来 可是就那一天就是你 你手机完全整个消失 其实真的很不错耶 啊我想到我有一个友人 先把他那个逼掉了 就他也是有一次手机放在家里 然后他那天跟我说啊 这个好亲友啊没有人找我 你这个友人的声音很明显啊 不是不是不是他啦 啊没有手机没有人找我好爽 就是认真耶 可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意识到就是 哇如果我手机真的完全消失 因为假如说就是我要做任何 我各种东西都有开二阶段验证 然后所有东西都我手机 所以就是我要做二阶段验证 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做 然后我所有东西也都绑在我手机上 我也没有任何人的电话号码 所以在那之后我学会了一个教训 就是我就是在我钱包里面塞了 就是两个人的电话号码 紧急联络人 就到时候如果发生什么事 我就联络这两个人就好 哎呦 那你塞了谁 我不会说的啊 我没有要讲 你不会说 我没有要说 海龟汤是亲人吗 我没有要讲 反正跟你讲就是提供给大家 那不是那不是 那就不是了哦 但为什么就算不是亲人 为什么会有两个 两个人啊 因为亲人你一定手机记得啊 一个是同事一个是朋友这样 哦 就是一个是那个 一个是那个这样 你又知道哪是那个 反正重点就是认真 就是真的就是 对 就是手机真的很重要哎 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论如果我手机弄丢 那我这些二阶段验证 到底都要怎么办 我还真的不知道 哦 哇 超麻烦 所以我手机真的绝对要 全部要重设都要手机好了 绝对要顾好哎 真的绝对 其实这件事就是 鸡蛋都没有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对啊 如果我那一天是 手机也在后座的话 那我去了 完全走不回来 我可能走路去派出所报警了 就是如果你手机是放在 他的电脑上的话就完 就在他的车上 你就完蛋了 就是还好你手中握着 对啊 完全没救 那只手机 所以就是 没错 那只手机救了我 对 所以就是手机真的很重要哎 因为我自己也体验 可是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by the way 就是真的 一整天没有手机 真的很不错哎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很轻松 我觉得很不错 轻忧 我好像没办法哎 小迪可以吗 小迪你可以 比如说我们就是把手机剥离 我们三个人 有一天都不能用手机 甚至是包含一整个晚上 哦 晚上不要啦 晚上要打电啊 谁给你 所以那就是 谁给你摸手手机 如果撇除掉手机 就撇除掉工作需要你之外 你觉得你可以一整天 不用手机活着吗 如果一天的话 我觉得白天可以 我觉得可以 为什么晚上不行 白天可以晚上不行 因为晚上 是重要的娱乐时间 可是你可以看书啊 或者你可以 你真的都没有别的娱乐了吗 你真的没有任何别的事 可以做了吗 小迪有吗 我吗 因为你这样可以想想 看就是你在没有手机以前 那那段时间 到底都在干嘛 没有啊 我晚上娱乐就是要玩机子啊 就是 手机一定要在生命啊 不是 你如果要玩机子 你电脑也是可以拿出来 然后玩你的机子啊 就是不需要你的手机 对吧 所以就是 只是 对啊 那到底他迫切的 需要的存在性是什么 你这么说也是原道理 我觉得另外一种是 你害怕 你好像就有什么事发生 你不知道 可是你真的 你真的在意什么事发生 你不知道这件事吗 你真的有那么在意 就是什么事 像什么事如果发生 然后你不知道 你真的会觉得很焦虑 要撇除工作吗 一个工作一定会有 工作没办法 工作一定会有意外 那撇除工作的话 就是会怕 可能有人要找你吧 什么意思啊 你朋友就只有两个 你什么时候有人会找你 哈哈哈哈 那所以 就这两个 所以朋友找很重要 是吗 是吗 不是 真的吗 你真的就是 因为我 嗯 那个恐惧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我觉得好像是担心那种 恐惧断了联系的这种感觉 是哦 你有在在意断了联系 你朋友都可以断好几个人 你为什么会在意断了联系 哈哈哈哈 哇 哇 你这么越来越说 我好像越来越不在意了 这句话如果从小迪嘴里说出来 我会相信小迪是真的相信 他就是担心 跟朋友断了联系 让他在意 可是你的话我讲出来 我就是一点都不相信 所以我要知道你真正的原因 你到底为什么怕 你就是 但 哦 不知道我在猜死稿是不是 因为他其实不用跟很多人联系嘛 可是他有时候是透过这个手机 social networking 然后来来做到社交啊 我也不知道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有那种社交的存在 然后归属感 是吗 是这样吗 你这么说也有可能啦 但是被阿强这么一说 的确 你这么一说 对啊 我是没什么朋友 对啊 好像一两天是不用太在意 其实你手机不见 你又不是没有书可以读 其实你是有别的娱乐可以做的 你还可以弹吉他 还可以干啥 所以为啥 为啥手机不见你会那么在意啊 哦 你这么一说 好像我 好 我学着不在意了 我超脱的 我服务起来了 下一半试试看吗 你真的可以试试看耶 啊 可是 好啦 我不知道 因为你太多现实层面考量 没有办法丢弃手机 那小迪勒 就是如果撇除掉 你不要再给我说 就是机子 你要玩机子 什么 我会把你打死 你给我 我有一次 手机就是放在家里 那是研究所的时期 然后我那天就好焦虑 我就没有 同学上课都在滑手机 我没东西做 我就超无聊的 然后 可是那时候跟现在不太一样 因为现在有 敢上课就该上课 妈的上课 我同学都在滑手机 我好无聊 没有 我们这种 我们这种的都是在滑手机的 你不滑你会觉得 你干嘛在那边念书 还会被排挤 要一起滑 现在现实考量 就是工作或什么 真的好像没办法 而且 对啊 我觉得像阿强说的吧 我觉得我可能更在意 就是断了联系 也是有点可怕 对 因为我就觉得 随时可能我家人都要找我 或是怎么了 哪边发生什么事情 有时候有些东西 是一瞬间的事情 这样 所以能不要就不要啦 尽量不要 就是手机还要在身边 会比较好 那我不知道你们 会不会有这样的状态 还是说这是 其实老了才比较会发生 就是有时候 我收到一些可能 我不认得的电话 也看起来不像诈骗 也许是一个02 或是06 05 或是从甲义 就是什么地方打来的 其实我会紧张一下 我都会想说 就是会不会怎么了 就是我的会不会怎么了 是说会不会 就收到家人怎么了 是这种的电话 对 我不知道曾几何时开始 我就会每次看到 我心里都会紧张一下 就会持续性的 尤其是看到什么02 然后05 我就会觉得 哇 因为05是嘉义嘛 你就会觉得 哇这个电话我不认识 然后又是这个打来的 到底在干嘛 对啊 然后打来就 如果是 你这里是中华电信 那我就会放心了 那你真的有接起来 是发生什么事吗 就目前没有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 一个时间开始 会有点害怕 这件事情会发生 我理解思考说的点 但我如果是不认识的电话 我不会有这个想法 可是每当我爸妈 或是他不管打LINE给我 或是一般电话 他只要连打两通 或是感觉有点急要找我 我都会觉得 是不是怎么了 我是only for家人 那通常都发生什么事 通常都没事 我妈最近也是找我干嘛 她说她手机什么容量不够 还什么类似的事情 她说没事没事 你先上班 其实蛮棒的 就是如果认识这种事的话 会宁愿接到 就是每次都不是那样 对对对 都还好 等一下 太大声了 明天指点 明天哦 明天 好爽哦 这次是阿典哥 跟大家解释一下 阿典哥现在在问小迪 明天几点要载他去上班 几点叫他起床 明天 没有回忆 怎么会这样 明天哦 不然来叫我吧 可以吗 你直接在Pod S 直接不小心讲出 其中一时间了 帮我逼掉 我付一百块 帮我逼掉 一人付一百 可以 太早起了吧 这么早起干嘛 对不对 对啊 你那个时间太早了 没有人这么早起的 逼一逼 喜欢 了不起负责 喜欢 讲回刚刚那个 就是说 如果是那种陌生电话打来 我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会先把它复制下来 可能不管它零几零几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都会去Google搜寻 因为如果它是商家 或是什么 一定有单位的 或是whose call 有辨认的 一定都找得到 所以如果我只要 它没有辨认出来 我一律把它加入黑名单 看到 建一个杀一个 等一下 为什么没有辨认出来 一律加入黑名单啊 因为通常打来 就是如果有辨认出来 辨认出来 它一定是商家嘛 不管是医院 或是一些比较知名的 什么 不管重化电信 什么信用卡 银行 各种 对啊 那我家也没有私话电话 我的亲人 朋友 所有人都没有私话电话 手机 该有的 我都存了 对啊 我不会封手机啦 对 就是一般的私话 对 找不到的都 那它到底是谁 一点都不重要了 对 一定是诈骗 是吗 全部都把它封锁 就很讨厌 就一直打 然后那个就查不到 到底这个 我觉得最近 对 这一年的那种诈骗电话 真的好多好多 我记得有一次 大概可能是去年的时候吧 然后我就也是接到一通电话 然后那时候我就接起来 然后他接起来就说 喂 请问是XXX先生吗 我就说 哦对 我是 他就说 他感觉要开始推销了 然后就说什么 我这边是 忘记哪一间的 什么XX商言 然后他讲到这边 我就跟他说 不好意思哦 我不需要 我就直接就是中断他了 然后我也很有礼貌 然后他就说 他就直接呛我说 我都还没说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 然后我就傻眼 我就说 应该是车袋吧 那时候我突然间开始不爽了 他就说 我又没说 你怎么知道 他就在那边要跟我辩 然后我就说 好不然你说啊 你说啊 然后结果他就开始讲说 我们这地方 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是 有没有一个车子 针对车子的一个方案 然后我就说 还不是一样 然后我就把他挂掉了 但是 那个电话挂掉 我好生气哦 我好生气 我觉得 很白目耶 凶什么啊 有一次我在威秀附近 我也是突然就是 有一个人 他就身上挂着一个挂板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有听过什么什么什么吗 然后我就知道 就是只要通常问你 你有听过什么什么 他马上就是 如果你说 哦我有听过耶 他就会跟你攀谈 然后如果你说 哦我没听过耶 他就会说 哦你没听过 那我跟你讲讲讲什么 所以通常如果遇到 这种人最好的方式 就是直接不要吊他 直接走 然后所以 我那时候就是 没有要理他 我就是这样 不要不要不要 他就说 你到底有没有听过 我就说 哦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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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 你告诉我 你到底有没有听过吗 反正他就是 他就是一定要攀上你 就是一定要让你回应他 我真的很生气 让你有对话 我那时候真的就是 我最后第三次 我就说 我跟你讲 我就是不需要 然后我就是走了 就是 哇他讲不听耶 这些人他妈的讲不听 跟你好好讲 你他妈的讲不听 所以看到就是 这时候如果 我敢想到 如果你问小迪 小迪会说 哦可能有 可能没有 其实你这个讲话 也很屌 小迪这个 就直接旋转掉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 你知道 亲近的绵羊 有个阵子 大家在争执说 到底他 他会 要不要被踢这样 然后有人就说 剃绵羊很残忍 然后就有一个 不知道立委 还是议员 讲出来说 啊你又不是羊 你怎么知道 他不想被剃 哇 这怎么歪力 跟死狗干 那个也很像 你又不是羊 你怎么知道 他不想 你怎么知道 我要说什么 对啊 这年头 大家这种推销 真的很击掰 就是跟你说不要 这个东西 我记得 之前有衍生一个事件 就是有一次 蛋保有收到电话 好像是 就是对方是号称 玉山银行的 然后也类似 用一样的态度 然后态度急差 就是你不听我推销 然后我就会开始呛你 所以那时候 蛋保有发一篇文 在讲这件事情 对但是后来 玉山银行 有出来澄清 就是说 其实很多这种 诈骗类型的电话 他讲的那些银行本人 对比如说他讲 我是远东商银 我是玉山银行 其实他们也都不是那边的人 哇好衰哦 对对对 所以就变成 哇那这样子 你有时候很气 可能还会气错人 对啊 对但后来我知道这个故事 我就想说 哇我好像也不能对这个生气 因为我记得那一次 我气到就是 我还去那个 那个银行的那个官网 我想要找怎么投诉这件事情 对但是我后来 一直找不到 一直找不到 后来我就放弃了 对但后来 又发生这蛋保的时候 我才想说 算了 我好像投诉也没有用 就是也不是他们吧 因为那个态度 就是差到好我啊 我欠你什么 而且我已经跟你说 不用了不用了 那好奇 你们接到这种 感觉你觉得 他可能是诈骗 或推销的这种电话 你们都怎么处理 我就直接挂掉 就是你会马上挂电话 你对话都不会对话 我就会说 我就会直接挂掉这样 秒挂 就也不讲话了这样 不然你会怎样 那思考呢 我以前偏 都会跟他说 不好意思不需要了 但大概近几个 今年吧 我应该都是直接挂掉 对啊 对他只要开头 open你讲说 你知道最近台股有一档 把挂掉 因为好像已经被烦到 我已经没办法 对这件事 有太多耐心了 对啊 小迪你是会跟他聊天 是不是 我都会陪他聊 就是我会聊到最后 我都说不要 然后最后他发现 就是也退不到我 然后就是 才会挂电话 然后平均我接这种 疑似诈骗电话的 我跟他通话时间 可能应该有三分钟 哇 太久了吧 太久了吧 他都会讲完 他说 你有车带吗 我说没有 然后他说什么 我都说没有 我都说不要 可是他就会继续讲 他说不然你听听看 我推荐一下 我说哦好啊 你说 然后就讲 然后最后 他发现说 我还是说不要 或者说都不用了 好吧 那谢谢你哦 然后我说 谢谢哦 我还说谢谢 哇小迪 你有毛病哦 你是 你为什么 还是你要赚他们电话费 还是怎样 没有他们都比较 是比较礼貌一点的 如果比较坏的 我会有点生气 就是很快就会挂 但这种 比较有礼貌 然后稍微推一下 都会想好吧 那就听你讲完 可是你心里是想说 反正他们也是工作 就让他们讲完这样子 我好像没想那么多 我只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我这个人 好像就比较这样 我连路上那种 要跟我推销卖东西 就是他硬要推我 我都会说 谢谢不用 不用谢谢 明明就可以不用 离他直接走过嘛 我都会说 谢谢不用 我不知道在干嘛 因为我想到 其实Key好像也是跟你一样 Key也都是会聊到底的 然后就讲很久 有时候他接其中电话在那边 哎不用 好不用不用 他就会真的讲三四分钟 然后就讲完 他就会骂一声 干妈 这种电话 就会在那边骂 但他讲电话的时候 超有礼貌 他就会讲到底 不是你就 Key很照 你就挂掉电话就好啦 就是 为什么要 但我发现 是不是你们这些人 就比较不喜欢做这个 挂掉或者是 太有礼貌了 就是有些很有礼貌的 我就会觉得 不知道那直觉 我真的当下也没想太多 就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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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然后最后才挂 对因为我的心态是想说 因为就是你 不管是你是来推销 或者是你要骗我 我也不想浪费你时间 所以我就跟你说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需要 按 就让他可以换成下一个 免得他花一堆时间在我身上 结果其实我真的也没有 我也不可能被他说动 这样也是有道理 我连说不好意思不需要 我都不想讲 直接挂掉 妈的浪费我 就是烦死了 那你有没有接过诈骗电话吗 就是那种 什么 你家人被绑架了 我好像 我自己本人 我没有接过 我好像也没有 对 我是看着我爸接 然后不然就是我自己 自投罗网诈骗 他会自己跳到那个诈骗 自好的网子 跳到网站里 然后自己去 或者要办那个美国 那个呼叫 不理 或者是直接跳进去 诈骗里面 我想到我以前小时候 我那时候几岁啊 我可能国中而已吧 国高中忘记了 可能更小 国中国小 好 说国中好了 我接过一次那种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很流行 那种 你家人被绑架的诈骗电话 对 我接过一次 超可怕 超级可怕 即使已经新闻讲了很多说 就是有人会说 你家人被绑架 你要管他汇钱过来 但我第一次接到的时候 我是吓到 我觉得好可怕 就是电话一接 接起来是一个男生 很有江湖味那种 然后就说什么 我被绑架 什么你阿公 怎样 然后他的背景是放一个 那种很悬疑的音乐 我听到整个毛补手 超可怕 这是广播节目吧 没有没有 是那种你会觉得 哇靠 他可能有枪哦 然后他现在 会不会在你家附近 他是不是知道我家弟子 你会有这种害怕的感觉 哇 跑出来 看我吓爆 可是不是因为他就讲说 我阿公怎么样怎么样 他阿公在里面睡觉 但我还是跟他玩了一下 我觉得那时候偏白目 我说阿公中风 我就演我阿公这样 然后他就没了 但真的好可怕 我觉得 就是看了很多这种诈骗的 可是你第一次接到那种电话 你会觉得 哦他是不是要对你不利 他躲在暗处 他知道你的身份跟资料这样 对对 我觉得有一种 就是说 其实我看很多人会恶搞诈骗 然后或者是 就是会笑他们 或者是弄他们 但其实我不敢这么做 因为我都会想 他们就是一定有一些你的资讯了 我都很怕他们反过来弄我 对下次不要好了 我那一次 后来有反省 不该这样 我都很挠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就很怕 他突然间 叫了20份麦当劳 到我家门口 真的 不算是要干嘛玩也很浪费时间 但大家好 挂电话挂电话挂电话 挂电话挂电话 很多人都会就是玩一下 然后就是可能网路 对会乐在其中 网路名就借此出现了 对对对 什么寄简讯 我还看我有个同事 特务贼 那个只是那种诈骗简讯 然后问他要不要干嘛干嘛 他要回抢他 白痴丁人儿 什么你妈怎样怎样 他每一篇 明明那种简讯就不会有人回 每一篇他都要嘴一下 就很好笑 真的很疯耶 真的很疯耶 所以就聊到接电话 对因为刚刚聊到接电话这件事情 好那拉回我最一开始的分享 那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小案例 知道说如果你有东西掉在车上 甭担心就跟你没有带卡一样 可以去提款 就是一样的小Peple 跟大家分享 亲身经历 生活小知识 所以有空的时候可以试试看 就是一天不要带手机喔 不错 真的不错 那天体验真的很好耶 试试看喔 因为我之前真的是明明没事我都会一直看通知 一直想说 然后一个震动我就会怎样怎样 然后看通知 然后什么的 诶可是阿强如果你有 那如果要你明天就不带手机 可是你应该也做不到吧 今天刚好对不对 对 就是如果要不带手机 要自己跟自己讲不带手机 我还是不会做这件事 就是要刚刚好 因为带手机我可以听音乐 还是什么的啊 对啊 诶那如果有人把你手机藏起来 这样可以吗 诶那如果有人把你电脑藏起来可以吗 不可以 你为什么要电脑 诶那如果有一个情境是说 假设你今天就已经出门了 然后可能已经到公司了一半的路程 你发现没有带手机 你会回去拿吗 哦我就不拿了耶 我就会放在家了 哦那小滴咧 一半喔 啊我要拿啦 现在好像没办法耶 我好像也偏会拿耶 对啊工作啊什么的好像就 OKOKOK 好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啦 没有手机的生活 OKOKOK OKOK 大家别担心 好的那感谢大家的分享 没有大家是小滴机器人 跟思考机器人的分享 后来我也是分享了 就是手机不见这件事 我可以被纳入吧 哦 哦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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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他也是机器人嘛 我是心爱机器人 我是心爱机器人 好的谢谢各位机器人 机器人 好的然后我们这边有收到一个 来自我们的听众的一个小小要求 小小请求 对他在我们的色色信箱 留了大概三四五六七八折 讯息都在讲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让他如愿 对 好的 给阿强和小滴来念出来吧 有请信爱机器人 9月3号是小滴1618的生日 可以帮我跟他说生日快乐吗 谢谢 拜托你们一定要看到 因为我刚刚才想起来 拜托你们了 我爱你们 但今天我们录音的时间是9月5号 那就是 今天是9月5号 祝福永远不嫌晚 这是小滴刚刚说的 祝福永远会到 祝小滴1618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好的 谢谢RMB机器人 谢谢大家 我是RMB机器人 今天这是RMB机器人 也谢谢这位小滴 投的非常多信来 真的 我们看到了 对 我们会祝 好的 好的 那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的 很多则留言的 Apple 啪啪啪啪 Podcast 真的很长 好的 小滴咯 一字不错 好的 第一则留言是 麻吉打麻吉 祝迪克兰教 创教满一周年 给了五颗好心 不是 我给了五颗 五颗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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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头就是 汪汪 真底感谢史迪强 做出这个优质的节目 我是EP29 诶等等 他说史稿强诶 哦 史稿强 诶真的 诶他笑题了 诶好难过 诶真底感谢史稿强 史稿强 诶新角色 诶新角色 全新的组合诶 史迪强 做出这个优质的节目 我是EP29 史稿生日录教的 话说好像很多信徒 也是这个时候录教的 那时想说 哇 心脏痛成这样 可以被播出来吗 但是最后才发现被骗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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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一直持续收听 每周新的一集 听完就会回去听旧集数 Apple听完就会去听Spotify 哇 听到都快背起来了 XDD 这样是不是陆社行守门员的魔道了 哈哈 哇 所以这样他这样帮我们那里算了一次 然后那也 Spotify又再帮我们算一次 很赞 那不知道是Apple的比较好听 还是Spotify比较好听 很赞 每次听会有跟着你们一起成长的感觉 阿强渐渐改变自己 史稿渐渐挖出旧故事 虽然只有蛋糕的屑屑 XDD 小迪留言也慢慢越讲越好 有吗 没有 一个笑脸 也从第一笔66元的赞助就可以当董事长 到现在陆陆续续赞助进来 我甚至听到史稿EP38的新年喊话 有点小感动 然后滴滴的哭哭 很喜欢阿强的自我揭露 及直率的个性还有笑声 喜欢史稿精心制作的音乐 及片头曲 还有超群的主持能力 虽然当不了演员 但感觉一定可以当主持人 喜欢小迪 放荡不羁的裸体 及不经意的呢喃跟笑点插入 成为我回去听旧集数的小彩蛋 很爱你们的所有 陪伴我在研究所孤苦一 又被学长骂的日子 最后想再挖点史迪稿的故事 史迪稿 史迪稿 阿强呢 他这个是故意的耶 他这个 想问你们在大学 有没有办活动或避展的趣事 听到史稿讲出巧克力牛奶巧克力 感觉有当过对付 巧克力牛奶巧克力 这到底是什么啊 巧克力牛奶巧克力 我不知道耶 这好像是一个很久以前的一个口号耶 是一个游戏啦 就是说例如说五个人占一排 然后假设我先做一个动作 巧克力牛奶巧克力 然后每个都要做一个动作 然后就是往后接拢这样 哦 所以你到后面你可能要记五个动作 巧克力牛奶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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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智障 但五个人会有很样那种 建成的感觉 如果想要对付的话 我可以分享我就是我跳game的故事 其实就只是 可是他刚刚没有Cue你 我就想说我要分享 因为他没Cue我 我硬要分享啊 我他妈的也是差点要当树莹的 就是活动对付 但我最后跳game了啦 我回家了 好啦 诶 为什么 你说说看 别人啊 干 有够低能 一群低能儿 就这样结束了 蛤 什么 那怎么个低能吧 不是 我忘记是怎样了耶 反正好像大家都 就只想交配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很低能 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活动场 是我就是很好的朋友 不是活动场 还是对 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 我跳game会冲扛到他 但我还是跳game 因为我真的 然后他还就是挽留 我说拜托你不要走 然后但我就觉得不行不行 这实在太低能 但我忘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然后我就跳game了 然后从此以后这件事 就会一直被他笑 跳game 对 其实玩活动啊 玩社团 就是都存在着很多个交配 这样 到处都有啦 校园 中野 弥漫着各种巨兽 荷尔蒙爆炸 巨兽 没错 那石稿有当过对服吗 那石稿呢 好像有欸 就是素颖吧 好像 欸对啊就有了 那想 可是好像也不能问说 你有没有被学妹暗恋 因为你们那个戏有学妹吗 欸 就是要问啊 他就没有了 他有被学弟 学长暗恋吗 素颖通常就会跟别的那个啊 别的戏一起搬 那你怎么 你一定有被暗恋 但因为你那时候有女朋友 所以你现在不方便说那些故事对吧 玩玩 他嘴角上扬了 这一定有故事但他没有要讲 笑不达 笑不达 他的苹果鸡 他的 欸有夏日恋情吗 夏日恋情 要夏日恋情 啊 他那时候就有讲 我想起来 那时候他不是做对服 然后他拉了一个那个鬼屋 然后好像有个人掉下去 然后那个人之后就爱上他 没有爱上他 对对对 就那次 我感觉一定还有千千万万个 那次是当对服 没错 就是是 就是办活动的人 就是对 因为我们就是两个戏合伴嘛 所以都会出一些就是要当对服的人 对那次应该是就是大二的时候发生的 哇 学长了欸 哇 哇欸 学长 学长好帅 把我拉住 啊 想跟学长夏日恋情 啊 是学长 是学长 哇 我这话题好难继续哦 没有欸你不是 他不想聊 你不是要回应说 就是你在以前一直被学长骂吗 然后那时候我还叫你不要再讲了 不要再讲了 你回应一下 对 因为那时候第一次看到这篇的时候 他有说 陪伴我在研究所 姑姑姨又被学长骂的日子 所以我在猜想 这个写的人应该是学弟吧 因为只有学弟会被学长骂 学妹是不会被学长骂的 欸有道理 学妹是要被呵护的 对啊 我就想到我大学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们做专题嘛 然后做专题我跟KE一组 然后那时候就是 哇学长就会一直骂我欸 哇这么凶 欸真的很凶欸 因为我们那时候做专题 真的有点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所以我记得专题可能一学期 其实会有三次的 应该算是demo day 现在demo day的概念 就是你要讲一下你现在做什么 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 真的不知道要干嘛 我们在第二次的时候 我们就上去 然后把所有课本的内容 都把它截图下来 然后就去讲课本的内容 就说我们现在在学Java 就学一个程式语言 对 然后学长看到就很不爽 就说欸你们这样算有进度吗 然后就被骂了 欸哇欸 可是这理论上有点欠电 是吗 是欠电啊 直接截图 是你欠电欸 有点欠电 你还想怪学长啊 但那时候我有点 不不我没有怪啊 所以我就觉得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要干嘛 就是我以为我们的进度就是 我在学习这个新语言嘛 所以我就把我课本的内容 我学到第几页 然后都把它贴到投影片上 就那个投影片就讲这东西 对 然后学长就骂了一顿 就大大的学长骂 上一层的学长也在骂 对 但是后来那次被骂完之后 就欸就好像知道要干嘛了 对所以我们第三次 在期末那一次的表现就 就还蛮不错的 对那后来我们专题还得奖 对所以也是不打不成器啊 所以原来是这样 对啊 但学长真的好凶啊 我看学妹都没被骂过 没事啊 我就是论被学长或什么的 就是被忽视 所以也没有被骂 所以不知道要被骂跟被忽视 就是你要学哪个比较好 我就是在那边 学那个计算机概论 不好意思我有问题 然后妈的没有人来 好可怜喔 他一直好视我 我说不好意思可以帮我 然后或者是 就是如果我说可以来帮我 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怎样怎样 但是很明显有差欸 然后像我们后来 其实会拿到一些考古题 也都是因为学长会给学妹 然后我们跟那个女同学要 他就会分我们 不然我们自己站在那边 是绝对不会有东西来的 我跟你讲 我就是跟学弟的一样的角色 你也是学弟就对了 我是学弟 学弟学弟 对每次说我懂 就是比起被骂跟被选择忽视 好我选择被忽视 我不想被骂 如果我跟你同伴啊 或是我是你学长 这种最可怜的 我都会特别去帮助欸 就是看起来最可怜的社会边缘人 以前我最喜欢跟班上的边缘人讲话了 我就跟他当好朋友 跟他聊天 可是我这个学长如果去跟你聊天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啊 你会讨厌我吗 我会 学长只是想来聊天的 学妹感觉需要帮忙 学妹没事啦 就是都这样 学长也没办法带给你什么 只是想跟你聊天 我不需要这个学长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哈哈哈 哇好难过 而且这样 就会被认定 如果我跟你同企 然后我发现 那个小迪又在跟谁谁谁讲话 我心想说 干他一定是他们班最边缘的 同企一定都看得出来 小迪又在猪哥了 哇 哇原来是这样 还是不要乱关心人好了 好吧 原来如此 其实我也是懂这个 男女的差别啊 就是女生之间也是有分 就是正妹跟就是班人 唉 对啊对啊 而且在我们这种理工科系里面 因为女生本来就是少数的 都是可能各位数 各位数夺花的这种等级 所以就是真的那个差别会非常明显 好啦 谢谢这位 麻吉打麻吉 我们这边也谢谢这个麻吉打麻吉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华留言 对啊 我们三个一看到这一篇 我们就互相分享 说欸 讲得很到位 然后三个人都有带到 就是觉得好棒喔 虽然你现在标题有死稿墙 然后你后面有那个 死滴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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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不是故意 但他最爱死稿欸 他出现最多次 而且他也是因为你入教的啊 就是因为你生日的天 谢谢麻吉打麻吉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边真的打得很棒 也谢谢他有发现小迪那些呢喃 认真 小迪的每集的呢喃 都是就是 超彩蛋 那个心爱机器人 大家可以想想看是哪一集 我是心爱机器人 我是心爱机器人 真的很棒 因为很多是我们在 我当机人 我们在录的时候都没有听见 然后就是事后 我们自己在剪的时候 才听到说 干他妈在那里给我 在那里一直讲 然后没有人理他 他一直讲 一直讲 这也不是故意的 因为有时候你们两个聊得很很顺嘛 然后但我只是想要就是表达一些什么 但我又 我就会故意讲很小声这样 我们是心爱机器人 自然这样 好的 谢谢小迪 也谢谢 麻吉打麻吉 祝福你 下一个是 榴莲哥哥 那榴莲哥哥又再次来留言啦 他说 对就是这种感觉 跟三十六题那集一样 然后哭哭 他说喜欢听这种很深的东西 然后我也有社会化的案例 又乱发明星词 社会化是色情色 七夕前几天我在学校上课 有老师说 诶 你有没有要过七夕 然后我摇头 他就说 汪汪 我穿第一眼大声喊汪汪汪 但我想说 我也没穿守眠的衣服去啊 原来他是在说我是单身狗 然后就一个脸融化的感觉 老师很活泼欸 其实他的老师应该现在跟我们年纪其实都差不多了 我现在就是会有发现 就是说比如说路上的警察 或者是什么 就会发现啊好像年纪都跟我差不多 然后我就会突然有一种觉得啊 人生啊 的感觉 黄金交叉的 人生啊 就是会想说啊小时候那时候都会觉得 这些人一定都知道自己在干嘛 事实上没有 没有任何人知道自己在干嘛 对 这个年纪还是很迷茫茫茫 恍惚恍惚 每个人都很迷茫啊 龟龟虫 龟虫 好的 谢谢流量哥哥 下一个你们你们跳一下好了 没有啊 没有跟我们无关的话你就要去念下去啊 你不准 对啊 你这是你的一个口齿训练班欸 对啊 你要让麻吉打麻吉感觉到你的进步欸 他突然低头是怎么在哭吗 因为我看最后一个他一直用那个小提枪 不然我我念最后一个那个操场 好啦那我先念 不要这个阿强念好了 这感觉阿强念比较有趣 他说 目前听到EP31的新听众挥手 然后他叫做DSM Face EP31有聊到国高中时期的时候 男同学午休都会勃起 这让我想到 想到 想到 一个国中时发生的事 大家应该都经历过午休结束后 会有打终身 通常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是继续睡 少数同学会很准时的起床准备上课 有一次我睡的不是很好 所以终身一打 我就立马抬起了头 不是下面的那个头 然后我就看见 站在我左前方的男同学 面对着我伸了一个大懒腰 此时我发现他的小老弟的头 就这样从他裤子的上端露了出来 当下他也吓到 立马缩了回去 用手遮住 但已经被我看得一清二楚了 微笑符号 国中时期发生很多好笑的事情 未来有机会再和史迪强们分享 诶 为什么大懒腰 然后小老弟的头 会从裤子的上端探出来 我知道 是不是因为他勃起了 他夹在他的裤子上 然后 所以 他把他那个裤子 这样合理吗 压住 或是他裤子穿比较低 以前小迪 那个年代是男生会穿垮裤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没有 但有可能他 例如说运动裤比较大件 所以他裤子在下面 然后内裤就是 比较上面 然后他一 因为勃起会翘起来嘛 往上冲 所以他一身揽腰就 彈出来 哦 我不知道啦 是这样吗 如果我是 这会对我来说是一个 一个梦魇 诶 国中的时候看到这个东西 诶 国中会 会对男生好奇吗 身为女生的角度 像吗 因为国中男生是对女生很好奇 女生有吗 还是其实还好 就是我觉得 就算有可能大家都是 就是可能会对于二次元 你的生物更有兴趣 比如说BL 或者什么 就是 或者是 但好像对于自己实体班上的男生 但因为我也不是以前就是会 国中就教男友的挂啊 所以我好像也很难去说 那时候他们在想什么 而且加上我国中的时候 读女校啊 所以就是 啊 那就没了 所以我就没办法验证 的确是我记得就是那个啦 我们好像有一次 有国外那种芭蕾舞团 好像不是国外 就是那种芭蕾舞团 然后因为芭蕾舞团 男生不就是会穿 屌会就是 不如在那里的吗 但大家都会议论纷纷啊 说哇 就是会讲 哦 对对对 就是可能很明确出来 所以如果看到这种的话 我应该还是会跟我同学分享 说诶你知道我看到阿伟的屌吗 当然是不会讲屌啦 但就是 诶你知道我中午的时候看到 阿伟的那个什么 对啊之类的 我也很震撼耶 嗯 我想到国中的时候 因为国中男生就很容易起球嘛 然后我们班上就有个胖子 然后他就是每次都会起球 然后就是升旗的时候也会起球 他说诶小弟 那时候反正他叫我的小绰号 诶小弟你看我起球了 我也在升旗 然后因为 比较勇敢讲出来这种男生 我们都会说 哇诶巨龙 诶什么冠军 我们就会这样称之为那个男生是冠军 然后好像很厉害 在那边翘这样 然后后来我们长大以后 好像高中吧 不知道高中可能或是快大学了 然后有一次我们大家一起在那边喝酒聊天 然后他好像就心情很欲足 开始很多自我揭露 然后他就讲到说诶跟你们讲个秘密 诶我波起的时候只有公分 然后我们就不能杀眼 什么 国中的冠军怎么在那边自曝自己 只有可能 对 小时候用太多了 所以后来就没在长大了这样 诶不知道诶就迷你机 但我只是觉得哇 迷你机是什么 你怎么可以说人家迷你机 诶把我逼掉 万一真的有了 诶那公分就逼掉就好了 好 逼公分啦逼公分 可是 其实论就是现在在听这一切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诶 因为我国中就没有 都没有经历这一切 差不多完全不知道 男生午休的时候会波起 就是这一切秘密什么我都完全不知道诶 所以我现在才知道我都觉得 哇原来国中的时候 大家是过着这样的生活这样 我觉得也挺有趣 遮遮掩掩掩掩掩掩掩 真的真的真的 绑鞋带绑鞋带 对一下课可能就不会先站起来 对或者睡完觉不会站起来 没错 就说诶走啊上厕所啊 诶诶等我一下 坐完那边不走 很有趣诶 诶真的是这样诶 然后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是那时候 不知道是国一还国人 然后那时候刚好数位相机正开始流行 嗯嗯 对然后那时候就有一次有一个男同学 带了数位相机去 然后我就也是理所当然就跟他借来看看嘛 就是很很帅嘛 然后就看看他拍了什么照片 对就是翻翻翻翻翻 我就看到诶 他干嘛一直拍自己的手指 我这手指怎么这么红 就后来发现哇他拍了十几张自己 Bocky的照片 当我发现是Bocky的照片之后 我热歪了 诶诶那是奈米鸡吗 哇不知道 因为那个很像大拇指 然后很红很红的大拇指 哇应该是奈米鸡了 哇很震撼诶 然后震撼又突然就觉得很好笑 然后那个男的就发现了 很红的大拇指 我一开始真的想说 哇这大拇指好红啊 为什么会一直拍大拇指 因为那时候你没有意识到 像小狗狗的一样 你跟小狗狗的一样 你跟小狗狗的一样 后来越看 这探拇指好像有一个头的形状 好像有弧度 小狗狗的都很红啊 跟口红一样 我要今天 今天下一个留言 太正经了 这个留言调出太多不惊的男孩了 好 再一个阿强吧 好 他说EP63吧 问号 那他叫做心燕 他说我也跟男朋友讲过一样的话 如果你遇到更好的女生 或者是你爱上其他女生 我也会祝福你 因为我希望你祝福 我希望你幸福 祝福 我男朋友也跟阿强的反应一样 说我现在就是想跟你交往 你讲这个干嘛 当下我真的好想好好抱一抱 夕阳洒下 我们走在大街上 我们却连牵手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我也是男生 哇 我觉得 好触动 我觉得没事耶 我觉得你们就到一个 比较就是可能不是台北市 还什么的 你们就尽管放放手的就是牵手 因为我在路上看到男生们牵手 我都会觉得超级可爱的 我就很想为他们加油 对啊 但我觉得反而是台北市很OK耶 不太确定他在哪 因为就是在台北 我总觉得在台北 这个氛围 你在信义区 你看到很多男孩牵手 或女孩牵手 我都觉得超可爱 就是这件事情是很平常 对啊 就是跟男女一样 对啊 所以反而不会有这种感觉 对啊 因为不知道他在哪边 但我是想说 如果是原本在你熟悉的地方的话 你可能可以就是离开你熟悉的地方 到一个没有任何人认识你的地方 试试看 啊 就是找一个地方 对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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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一直跟我就是食指交扣 那我就觉得很尴尬 就是你干嘛啦 就是人太多了吧 那我哥话还把我压在墙上 要强吻我 然后我旁边的人 所有人全部让开 就绕了一个 就是我旁边完全清场 你知道吗 那所有人都看着说 就是这两对就是这个男女 不是男男要开 大家没有用太一样的眼光 只是说怎么这么大胆这样 然后我就尴尬到爆炸 我想我哥到底干嘛 你哥真的很棒 你哥真的很漂亮 让我突然回想到 那话说我突然想到 就是我在印度的时候啊 其实路上男生也都超级喜欢 用小指勾小指勾 就是他们彼此 因为他们对于 朋友的浓烈的那个爱很浓烈 所以他们就是 勾这个完全可以 所以其实你不尴尬的 印度的男生 很像也是巴迪巴迪 他们都勾在一起 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所以就是可以试试看 没错 哇很不错很不错 所以心愿 希望你可以加油 加油 好的 最后一首留言 巨龙推推拉拉推推 静静出出 好太赞了吧 汪汪 给了五星好评 从六月中开始听 到现在已经二刷到 EP55的0.1吨底 就是100公斤的底 之前被朋友推各种 Podcast都不为所动的我 再一次下班 再一次开车下班途中 打开Spotify 突然什么音乐都不想听 滑一滑发现 咦 Spotify也有Podcast的了 问号兼金看号 索性随便看看 因为节目名称太以人注目啦 就点进去听了第一集 一听不得了啦 完全提不下来 敬堂号 喜欢石稿的才华 吉他 喜欢小笛的豁达开朗 一个天使 喜欢阿强 那能令人心情愉悦的笑声 猫咪笑哭 那才不是什么罐头笑声 那是一种充满魔力的语言 哇 魔力宝贝 魔力宝贝 一路停下来 本来想留个五星 后来想说没有苹果手机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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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笛枪 想说赞助一下 后来又出现好多大股东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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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笛枪 本来想加赖群当个野生笛 后来追着追着 原来群没啦 算了算了算了 小笛枪 看着第二轮又快要追完了 想想还是得做点什么支持一下 所以特定搞了一个二手iPhone 来五星抽屏了 哇 最爱你们了 请持续更新下去 哇 其他算了算了掉的部分 我也有严重的拖延症 再慢慢捕拉 拖延症真的不好 拖到想讲的话都变作文了 再拖恐怕变论文 哇 好可爱的留言 搞到一个二手iPhone 很屌欸 很屌欸 好夸张 可怎么搞到 特别厉害 而且现在我们那个小笛群也回来了啦 如果去我们的IG的话 应该会有一个精选限动 可以让你找到这个地方 没错 没错 加入加入 但这个小笛说 他有拖延症啦 所以上面上述讲的那些 他都想做 只是还没做 但他就搞了一个最难的 伸出一次 二手iPhone 爱风之里面最难的 对啊 很屌欸 小笛握湖长龙 谢谢巨龙推推啦啦推推 小笛现在是0.08吨 0.08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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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Apple Podcast 大家都留得很长 而且非常的温暖感人肺腑 对啊 谢谢你们的分享 也分享了很多你们的感情状态啊 然后还有你们对我们的称赞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好温暖啊 好 那有一个赞助 有请阿强 他就说小笛圈圈圈圈 他说每周一斗香油钱 这周没有想法 然后他赞助了我们69元 好香啊 好香啊 台币最香啦 可是话说我们的 是加了什么 那种 我加了台币 拍照的手势到底要怎么拍啊 就是他 不是有一次就是问说 以后我们拍照要怎么拍 到底想好了 我们应该要在限动上面 让大家投稿啦 你就发一个那个限动 不是可以让大家发照片吗 可是发照片 大家会理我吗 不然我们三个可以先 就是都比一个 示范组 对 大家来投稿 那我们再选出我们最喜欢的几个 然后大家来投 这边可以分享一个 因为像我跟小笛 这几周嘛 然后因为我们每天都还是会去买咖啡 哇真的看到好多人哦 那有时候真的人太多 我们好害臊 我们是真的不敢 跟大家打招呼 可以比个手势 对 所以这时候如果有手势 我们就在远处这样子 大家就知道 你们来了 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应该 有几次可能是真的有遇到一些 我们的听众 然后我们是真的有一些 稍微搭话打个招呼的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怀疑 是我们可以跟我们挥挥手 我们都 对 会非常开心 因为有时候太害羞了 你有时候就不太确定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小笛啊 这个我也不太确定 就是看到很多人在那边 对 然后因为有时候 你想说去看一下他们的杯子 是不是旺旺杯 但又走太近 就会觉得 啊 这样好像太刻意 对 所以大家 其实欢迎大家来巧遇我们 我就看到大家觉得好可爱 而且很多时候店里是坐满人的 但小笛们都很有礼貌 就不是里面闹哄哄的 好像是乖乖 人家坐在图书馆里面一样 有时候很安静 然后每一桌的小笛都是独立的 他们都不会特别聊在一起 那真的是我们的 我们小笛的特性 就是非常有礼貌 就真的蛮想要去聊聊天啊 然后就大家玩一下 但真的蛮害羞的 还是先 对 下次躲起来 有一次我还怂恿小笛说 小笛你现在进去大喊 旺旺吓吓大家 但是后来想说 好像有点怪怪的 因为大喊就很安静在那边 好像也是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很不错 我也可以试试看 然后在这边也先跟大家分享 9月24我跟小笛很有可能会去 X4 Cafe当一日店长 教主显灵啦 甚至我们也会办一个迷你小试集 在X4 Cafe外面 对 然后到时候会有一些我们的朋友 包含阿强本人 可能都会去那边摆摊 对 那基本上这活动 目前是可能有可能没有 一切就是还是要看一下疫情的状况 所以大家可以follow一下我们的IG咯 如果有的话 欢迎大家一起来玩 好的 好的 那不知不觉 我们节目也是即将到了尾声了 所以说你们有没有什么 特别有印象深刻的东西呢 不知不觉 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个红色的大拇指 那个画面 哇 对 这故事我没想到时告可以挤出这个故事 我想他这题应该要阵亡了 他突然来一个 哇 我突然间想到 我真的是记忆被提取出来 对对对 有时候笑着 我已经这个故事忘记好久了 但这个当事人听到 恐怕会 他一定知道 我在说他 恐怕 要考虑一下 我的也知道啊 可是虽然我的那个应该没在听我们节目 应该还好 我现在有点不太确定 到底我有多少朋友在听我们节目 就是哇 因为我后来发现 有一天发现 我的一个学弟 他就是也在分享一些 他去吃汉堡的 这很屌 我想说 什么 这故事很屌 你说一下啊 你们嘉义人 到底为什么要彼此这样 互相 好像在冷战 叠爆战一样 可以分享一下这故事吗 好了 搞什么 最后 好那最后讲一下这故事 就有一天我在滑IG的时候 然后我有一个学弟 其实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学弟 然后高中的时候 算是彼此知道是谁 然后可能又在一些场合有交流过 但没有到棘手 因为就是大学毕业后 大学毕业后有联络一次过吧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他们系上好像要办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音乐类型的活动 然后好像跟我们借了一个什么 所以还算是有一点点交集 那一次之后可能就没有特别联络了 一直到出社会就几乎没联络 然后我甚至好像没有加他IG 因为那时候我可能IG 我几乎没有什么在用 然后是后来前阵子 因为看到说 我好像有时候发文 然后他都会来帮我按赞 我在想到 这是学弟的IG 然后又发现 学弟好像做甜点很厉害 然后我就也赶快追踪他 这样子 然后追踪没多久之后 有一天我就发现 他发了一个动态 然后是他去吃暂停汉堡 然后还打了旺旺 我想说 三小 怎么会 然后打旺旺 我想说 我是不是看错 然后就他第二则动态 又讲了很多 就是跟我们Podcast 可能有关的东西 然后说什么 然后教主 然后讲到什么 我想说 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很震惊 因为就觉得 哇好赤裸 他会不会知道我是谁 还是他其实不知道 是我的Podcast 然后后来我就 我就看到了嘛 然后我就也对他喊旺旺 我一直敢讲这样子 我好像说 一一一旺旺旺 对 然后结果他后来 他竟然回我说 学长你也有在听 你也是教徒哦 然后当下我还 我就想说 哇 原来他不知道是我 然后我也不敢跟他承认 我就也跟他说旺旺 那我就结束这个话题 对 然后后来我甚至 有一个心路历程是 我甚至后来过几周 我都不太敢在我的IG上 分享色情守门员的东西 因为我 我有一种 怕被知道 对 被包扶住的感觉了 对 对 然后结果后来前几天 好像刚好又跟他聊天吧 因为我有跟他 因为我有偷订他的甜点 因为他刚好中秋节 都会做蛋黄酥 非常的好吃 对 然后我那时候偷订 然后不好意思用我的名字订 所以我就用老师的名义 然后去订 对 然后他订了 他好像就发现说 这个账号可能是我们这边的人 所以他就主动来瞧我 然后就说 好啦 我不演了 我其实知道你是石膏 然后当下我又被重击了 然后我就截图给阿强他们看 然后阿强的结论就是 哇 你们嘉义人 真的是 因为有病耶 这种事到底有什么好演 有什么好演的 你知道那时候石膏 跟他旺旺那个 他就是还很紧张 他就是他不想要表现太多 还什么的 然后他就好不容易你知道 他就是他旺旺那两声 已经是他递出橄榄枝的一个极限 就他已经是 他一定 他真的做了超级多努力 才做这件事 结果没想到 绝地回是说 你也是教徒啊 然后他那时候直接炸裂 他那时候直接疯掉 我那时候也只能回旺旺了 然后我们那时候都被这一出 搞到懵掉 想说到底在干嘛 就很赞 可能不知道 可能知道 就没想到原来 他一瞬间可能会觉得 我们会不会真的很红 红到其实 他们不是靠朋友圈知道的 再演一下 有这个错觉了 以为自己很红的错觉 没有 事实上就是对 他是为了你而听的 所以就是很赞 我觉得这故事很赞 好啦不演了 你学弟的甜甜真的很好吃 真的超级推荐 快闪甜点的耶 真的好吃 没错没错 好吃 这样就 对我们有在线东分享 这样就知道是我的学弟了 没错 真的很赞 不能再一直去 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敢讲吗 因为学弟后来有私讯我说 我不会跟人家讲你是谁 他有承诺我 学弟记住我们的承诺 学弟非常的好笑 这学弟真的很赞 这故事我真的很喜欢 学长你也是教徒 这断演很久 学长你在演啊 学长你在演啊 他后来直接承认他不演了 真的好好笑 对对对 然后就后来 对就有顺利的把他的我们蛋黄酥 然后送到我们公司 然后还有一些甜点就分给大家吃了 好棒 好吃 对蛋黄酥应该还没吃 我们礼拜一再来吃 其他都好好吃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就是延伸一个学弟的分享 加一人就是屌 加一人 绿豆加一人 互相伤害 除了玩弄台北人之外 骗来骗去 你们也要伤害自己 心防啊 真的 互相伤害 好 那小笛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 大拇指那个刚才阿强讲过嘛 然后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那个 我觉得最近留言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就是不知道 我觉得虽然我们听众有越来越多了 可是我觉得每一个听众都是独立的 我觉得每个小笛不是用重小笛来分的 而是说你就是一个小笛你就是一个人 然后就大家都有自己的style或是那种 然后不管是默默的支持 还是说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然后讲到提到一些我们的什么 我都觉得觉得很开心 就是这个节目这样为了大家 然后真的有人一直支持 突然温馨起来了 真有趣 很温暖 而且大家都有自己的故事 对对对 这个运行的宇宙可能是最棒的 这色宇宙 没错 大家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的 的什么我在等你说的什么 对啊我也是在等 我想说一个一个一个的 就是一 没有一个一个 没有什么 没有形容词就对 对啊 不是说什么歌迷们这样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这样的感觉 小笛 小笛是你你你你你你 对啊每个都有一个编号嘛 小笛一二一三一四九 那你到底是几啊 小笛记记了 我不告输入地 编号89757 我们曾经互动过啦 我只能这样跟你提示了 哎哟 好那最后我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笛的 那个宵夜 宵夜吃的比正餐还要多 我还是个人非常喜欢 然后还有那个麦当劳 羊酿炸鸡也是这样子点来点去 我也是看不懂 吃羊酿炸鸡 这个真的好笑 我们一把那个餐盒拿出来 一模一样 我还看成小笛 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会加点 我也没想到你会加点 而且你没有资格加点 我也惊讶 所以我们两个就互相惊讶 好笑 那个当下我们要惊讶完笑报 不必点那个无糖绿茶 你就是点可乐也可以 你知道吗 而且你前面讲什么 你为了减肥点无糖绿 有一部分也是要那个解腻 解腻 因为那个比较 甜甜油油嘛 OKOK 就是吃麦当劳啊 没有任何减肥成分 就这样承认就没事了 OKOK OKOK Ne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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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要行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 那我们 大家下礼拜见 大家好 就下礼拜见 下礼拜 即将中秋节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不对 中秋节已经过了 中秋节过了 中秋节 这节上的时候 中秋节就过了 刚好是隔几天 上的时候 中秋节刚过 大家廉价回来 就很痛苦吧 没关系 有我们陪着你们 一起继续来烤肉 我们是上班机器人 下礼拜一真的 我们要把公司给炸了 哇 只要遇到放假 阿强就会不见 不是不是 我们 我们那个 周 因为我是周五放假 对不对 但我因为是周四 我只是 周五放假 所以接下来就是你 我 这是一个呛吓 你是呛吓娃娃 这是呛吓娃娃 你还记得呛吓娃娃吗 我知道 我知道 吉时通在用 吉时通的呛声娃娃 吓娃 好的咯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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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